新的一年呢 也請大家再繼續多多指教 欸 還是我們也要見面 大家就剛好有空 所以就 見完就OK 在呢 要去皮群最熟悉的一個地方 新宿 新宿路面欸 妝娟 嗨 新年快樂 我已經好久沒有坐下來拍一整支的一個禮拜的VLOG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其實呢 心裡是有點緊張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受得出來 今天這個禮拜呢 我想要坐下來 尤其是開場的地方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跟大家聊天了 所以我想坐下來更新一下 我年底年初到底在做了什麼事情 七明年年底呢 其實我還是有拍VLOG MISS 只是比我預期中拍的還要少 原因就是因為工作真的太忙了 加上現在開放觀光旅遊 日本的人潮也正式回歸 外國的觀光客也正式回歸 所以相對的工作量呢 也比過去的兩三年 就是疫情那段期間所習慣的 就是忙碌的狀態又相對的更忙碌 所以呢 也很累 有時候我可能早班 稍微早起 到了晚上我就會整個昏迷 就直接碎石的那種 所以呢 我其實原本還想拍更多 或者去更多地方玩 去 我還要列好很多想要去的咖啡廳 結果根本什麼都沒有去到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有點難過 小可惜 然後Illumination 就是那個燈飾 好像也只有去了一兩個而已吧 所以呢 真的真的很可惜 希望今年2023年有機會的話 我要再重新充起Vlogmas的每一天的更新 希望我可以做到 希望我可以做到 然後到了25號聖誕節 聖誕節其實我們也沒有在做什麼事情 就跟Vlogmas的最後一集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就在家裡隨便吃一個烤雞 而且那個烤雞呢 還不是我們預期中 原本就要慶祝而買的烤雞 真的是一早 我就想說 欸 還是我們去訂個烤雞 然後我男朋友就說 好 那交給我 他就不知道去哪裡生了一隻烤雞 而且還真的蠻好吃的 他就說是在我們家附近的小店買到的 然後因為當天買 所以烤雞都很貴 那一隻烤雞好像就要快4000多塊左右吧 反正就是 你知道就是一個節日 就吃一吃烤雞 一直到了12月27號 就是我生日 其實今年的生日是我30歲的生日 在我30歲生日之前 我在台灣的時候有跟我的一群大學朋友說 好 我30歲想要辦在淡水的那種小小的派對的船上 然後跟大家一起慶祝生日 不管還沒有聯絡 但就是大家一起30歲嘛 然後一起回來 然後一起回味 我們真的從大學畢業一直到30歲這幾年這樣子 可是沒想到我30歲竟然沒有回台灣 而且我竟然也回不去台灣 然後我就很難過 在我生日的前一天 我就突然想起這件事情 我就哭著跟我男朋友講說 我有跟我大學的朋友就是約定好這件事情 但沒想到 就是我已經到了30歲 我也沒辦法回台灣 然後也沒辦法完成這個心願 然後我男朋友就真的是晚上的9點多 他就突然說 那我們早早看哪裡有船 然後我們還是完成這個心願 雖然對象是我 不是你的大學的朋友 但沒有關係吧 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感動 而且他還真的找到了船 Ooo you catch me like a leaf falling from a tree If you'll be a shooting star I make a wish No I don't fake this kind of feeling Never felt so real My heart is on the table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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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na marry you It's when you're around I know it's true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s so good baby So good so good Every single day we spend a party I wanna be with you 跟我心中的那種小小的船 然後辦個派對 辦個一兩個小時那種派對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有嚇到 但是蠻感謝他 就是可以理解我的心情 然後也讓我那麼任性的在我30歲完成在船上吃飯這件事情 雖然跟我想像這種船真的是差很遠 就是高級太多 多到我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年底 我剛好有兩天的休假 就是跨年夜到1月1號那兩天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約一個旅行 所以我就訂了三型線 新幹線加飯店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他在我生日的時候都花那麼多錢 買了耳機送我 然後又請我吃船的這一頓飯 這頓飯其實也不便宜 而且也不是我們預計中要吃的飯 所以我就覺得 他臨時可以為我花那麼多錢 然後為我就是 怎麼講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這個感動 但是你會知道一個人愛你 他是真的可以 你講什麼 他都會努力去幫你達成 而不是只靠一個嘴巴 所以我就想說 那這次旅遊呢 全部出金額 然後跟他一起出去玩這樣子 所以 年底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了三型 等仙台 這支影片呢應該在上禮拜 就上傳上去 如果還沒看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那今年我有什麼目標呢 今年我的目標就是 我想要更認真拍Vlog 而且我想要 增進我的Vlog 雖然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也會很只是 就是嘴巴講講而已 但是我希望 我再買一台口袋相機 因為我想要拍 不只是 鏡頭好看的 畫質相機 然後因為我還有那個Canon的 G7X Mark II嘛 那個的呢 我也是隨時會帶著 就是例如說上班的時候 那台口袋相機就會比較好拍 等於說我有一台兩台 然後我還想再買一台就是口袋相機 是可以拍更廣角 例如說我一個人去吃飯 一個人在走路的時候 可以拍的風景又更廣 這樣子你們可以更 能夠參與 或者是感受到我影片中的那個氛圍吧 好的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新的一年呢 也請大家再繼續多多指教 不管是新的朋友還是舊的朋友 我都很開心認識你們 在新的2023年呢 也請多多指教 然後我們再一起努力完成 2023年我們擁有的目標 你們也可以在下面寫下你們的 2023年的目標 因為其實我 對我自己個人 除了頻道 買相機之外 我還沒有設定任何的人生目標 所以呢 如果你們有自己的人生目標 也可以寫在下面 讓我做個參考 我來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首先呢 我裡面是搭了 一件發熱衣 加上這件的 Castane的高領 羊毛上衣 它的顏色呢 跟版型就很適合單件穿出來 所以我就故意配了一個 醬母的這件外套 它原本是長袖 但是我就把它拆掉 變成背心 然後下面呢 我配了一個我最近很愛的 長版的寬褲 它是Tina Jojun的 然後下面是配Slide的方頭靴子 跟包包呢 是Osoi的包包 然後配上 帶一台相機 出門 2人 1人 2人 1人 2人 1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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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 3人 2人 4人 5人 5人 4人 1人 5人 3人 嗯 嗯 嗯 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 一 然後 我今天上晚班 所以我就 比較悠閒一點點 然後我跟你們說 因為這個啊 激光水 然後我不知道他要用這個的效果 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我之前都是直接這樣搖一搖 然後直接倒在手上用 然後之前就有觀眾就是 看到我Vlog裡面 就是看到我在影片這樣用 然後他就立馬IG我說 那個如果用 嗯 化妝棉用的話 效果會再更好一點 就是 那叫什麼 角質的 軟化效果 會再好一點嗎 還是什麼 我忘記要講什麼了 反正一直就是說效果會再好一點點 然後我就從那天 就開始 認真的用 化妝棉 尤其是早上 因為早上我通常都只會用清水洗臉 所以我就用化妝棉這樣子擦 真的 好像臉真的比較乾淨耶 不知道是我的錯覺還怎樣 就是 我覺得我最近皮膚狀況還不錯 所以 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也有用激光水的化妖 像我一樣 亂用 呵呵 然後下一個步驟呢 一樣是擦 乳液 我最近早上呢 好像就只會擦這兩個 然後我乳液裡面呢 還會多加 精華液 這也是我之前在影片上面有 介紹過的精華液 然後它是保濕的 我來加一下好了 想到就加 有夠隨興 然後我現在已經有點年紀了啊 我會漸漸很在意脖子的紋路耶 天啊 我覺得我脖子紋路還蠻深的 我的便當炒了鹽、蔥、豬肉 然後跟花椰菜 我的便當 登登 今天做鹽、蔥、豬肉便當 真的全部炒在一起就非常方便 好 然後我現在要來吃早餐 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二 然後呢 欸我講錯嘛 好像是禮拜二 然後今天呢 我要跟Peach去新宿的一間咖啡廳 那間咖啡廳呢 最近還蠻紅的 而且有一個餐點 我真的是超想吃 然後那間咖啡廳呢 我昨天傳給Peach的時候 Peach也說 他剛好有存那間咖啡廳 所以我們就 一秒決定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了 好期待 而且我今天休假難得晴天耶 開心 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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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東京 我覺得有一種就是 很像大學的朋友 然後就是突然說約就約的感覺 因為我們是昨天才突然說 非常臨時 對 昨天才突然說 欸還是我們也要見面 然後他就剛好有空 所以就 今天完全OK 約下午茶 這家之前就是 我有存在IG裡面 但是一直都找到時間來 因為我離新宿草原 我來這邊要一個小時 喔真的喔 對 然後他那時候剛好來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我可以去吃這一間 因為 口袋清單 對對對 然後問他之後 他就剛好也有儲存這一間 所以我們就 一秒決定 這邊 雖然這裡很遠 對 然後好不好吃 待會再跟大家說 應該還好吃吧 看起來很好吃耶 對看起來超好吃 WOW 謝謝 對 這樣子切開 打開打開 這是現實的問題 打開 真的很難切 是不是 最後一天 不好意思 謝謝 一人切一間 這一個人切會很狼狽的耶 對啊 來了 他中間很像乳酪還是什麼 你吃什麼 這個嗎 這整個都有 如何 來講一句感想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覺得超好吃的 因為裡面的乳酪超好吃的 喔你也吃不夠 那我要吃不夠 很貴耶 再加一點 一起吃 乳酪是不是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耶 它是可頌的鬆餅 然後吃起來就是可頌的那個鬆鬆脆脆的感覺 然後加上鬆餅的那種QQ的感覺 真的超好吃 對對對 就是有那種mix的感覺 然後它中間是 是起司蛋糕 上面呢還有那個 冰淇淋 冰淇淋 真的是 天堂 天堂 我們來截圖一張 好 我會被放在封面嗎 會 其中一個 可以 你有四個對不對 你很強耶 不要那麼煩 好懂你喔 我會放你的我會放 我們吃飽囉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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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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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來 然後我們兩個這樣吃起來大概是五千八左右 對 雖然有點貴啦 但是還可以 但是餐點很好吃 所以還是可以來吃 對對對 我覺得它的 嗯價位跟 實際的那個品質 真的是有 好很棒 來我們現在呢 要去Pitch最熟悉的一個地方 新宿Rumine 逛街 Yeah 我跟你說因為我真的很少來新宿Rumine逛街 所以呢我看到Pitch來日本 我就很想跟他去逛街 因為我想知道他怎麼挑衣服的 真的嗎 真的我超想知道 我很想知道會買衣服的人都怎麼 那你平常自己會去逛實體百貨嗎 很少 也很少 我就算去我也只是就是 因為通常都是一個人 所以都是那種隨便晃隨便摸 但不會就很少真的買 就是好像不太會去閒晃 領多就是知道 欸那個牌子有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東西 嗯 然後去 我覺得我很需要去現場看他的實體的話 我才會去 那今天要逛爆欸 我今天超想買那種 春天可以穿那種薄薄的外套 或者是上半身下半身 好啊全部都買 完全 什麼都有 我們等一下跟著Pitch一起去逛街 好 欸 陽光真的超美的欸 對啊 超好看超適合你 結果我要逛街結果Pitch自己私穿了一件超好看的衣服 Pitch在這邊又結帳了一次 我們在阿美里Vi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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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在RumiEast的地方 然後這是 Pitch的戰利品 然後這是 他之後還會再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所以有興趣的話可以追蹤他的影片 因為真的日本現在折扣技還滿划算的 然後你們看看影片的背後就是如此的辛苦 感覺超重欸 你要小心喔 耶 下次見 下次見 期待你的購物影片 好的 期待你的資料 謝謝 我們應該這禮拜 超快 嗨大家 今天是四連請的第二天 他已經在上班了 然後我現在也要準備去上班 我現在已經好久沒有用Canon拍照了 覺得畫質好像還不錯 好 然後我先去上班 等一下晚上再繼續錄給大家 要把ですね 暗粹 都在這裡 要放一頭 會不會 然後要把 開放一半 要放一半 住的 苦 冷 買 momenci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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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大碗 大碗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吃晚餐 我今天第一次做 拿玻璃義大利麵 然後我跟你們說 因為我很喜歡吃Tabasco 然後我一直都是買小的 我就今天突然到超市 然後看到這個大的我想說 咦?我為什麼一直都不買大的呢? 所以我今天就買了大的 嗯 嗯 對 那糖麥的味道會比較薄嗎? 可能醬油不足 等一下 醬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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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で好吃 自己煮飯 自己煮飯就是可以吃的很豐盛 料很多 嗯 美味 美味 好吃 好吃 可是有蘋果的味道會比較好 嗯 嗯 確實 可是我喜歡蘋果的蘋果 所以我不喜歡蘋果 嗯 大家早安 今天是四十年勤的第三天 我今天呢是十二點半上班 但其實我原本沒有那麼晚上班 我是自...自發性的 想要那麼晚上班 但我現在有點後悔 因為晚上班的下場就是會很晚下班 像我今天就是要到九點半才會下班 那為什麼我要自發性的晚上班呢 是因為我們今天店裡面要更換布置 我們店的呃... 承放商品的架子最上面呢會有乾燥花 然後今天呢會換那些乾燥花 所以然後我就...我又很喜歡就是擦那些花花草草 所以我就自發性的跟店長說 我想要留下來擦花 所以店長就... 把我故意排在晚班 營業時間結束後 還可以留下來擦花這樣子 可是我現在有點後悔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要怎麼 該分配我今天的工作日程 因為像一般 我如果正常上下班的話 最晚也是八點 九點會到家 我還可以洗個澡編輯影片之類的 可是如果九點半到家 我等於說回家 我還要吃晚餐 然後洗澡 可能就沒有辦法做其他事情了 然後早上呢我也沒有做其他事情 但是早上我特別起來做一個 義大利麵 所以我早餐 就等於說一起吃午餐 然後下午休息時間 就可能吃個點心這樣 然後再吃晚餐 好 這是我的今天的飲食計畫 但是呢 我的工作計畫呢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就... 就這樣看吧 來不及看 而且我先吃我 來不及想吃 來不及吃 然後坐在一起 好 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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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